在民雄這個小鎮中 一間有著明亮空間的咖啡廳開在小巷內 顧客可以自在的與老闆交談 感受現代社會中難得的慢步調 很喜歡音樂 然後還有泡茶的東西還有音響 所以咖啡是我想要用它來大家可以凝聚起來 然後分享音樂有關的東西 這間店給人一種很溫暖 然後可以放鬆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顏色色系的關係 就是讓我們會想要進來這間店裡面探究 你可以感到一種溫馨的感覺 然後人都相處得非常融洽愉快 就算不認識你也不會覺得說 有哪裡或不舒服或緊張 從台南回民雄老家開咖啡廳 李佳靖看到了民雄當地一個未北開發的潛力 但返鄉創業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 你以為你回來家鄉是一個熟悉的地方 但是你回來才發現這裡比你想像中還要陌生 就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創業一樣 其實以前在其他地方不管是咖啡的工作或是駐餐的工作 都不是我最理想的那個情況 因為那是別人給我的一個案 我想要為這裡增添一點新的東西 可能別人會不稀罕說多一家店 但是回來這裡大家會很開心 除了開設咖啡廳 李佳靖還會定期舉辦名為民雄夜生活的音樂會 希望能透過這樣創新的活動 為全部的鄉村添上文藝氣息 我們民雄夜生活差不多在八點半到九點半 我自己去過幾個場子有感受到 我會發現說是老闆想要的 但是不是樂手想要的 但是也不是聽眾想要的 我就會想說那我要用一個以樂手為主的一個表演 一個舞台可以讓學生有地方可以欣賞或接觸演樂 以及就是可以讓學生表演 那又是一個咖啡廳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複合空間 一方面支持之外 那個氣氛他們演奏 他們那種感人的那個氛圍 是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會辦這種活動 我發現我辦這次活動之後 我讓很多人感覺到說 民雄好像跟他原本想要不一樣 那我覺得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更多人就會敢做其他事情 而不是說只有我們在做 李佳靖用自己喜歡的方式 替民雄增加了新的氣息 他帶來的不只是一間店 更是將返鄉創業的精神 傳遞給更多人 中正一報 包庭方 趙紫瑜 嘉義民雄報導 包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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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